大家好我是尾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玩者荣耀不知火舞的实战视频 因为这不知火舞是前段时间刚抽最讲就是碎片 前到碎片然后对来的 现在应该是大部分人都有了吧 应该是今天是518518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活动结束了吧 应该是很多小伙伴应该是都有已经有这个这个因型了 然后上一次是刚对方到来第一次打的直接超神超神了一次 然后现在最近在后面再打的几把就没打的没有那么好 因为那次好像对对手可能是比较弱了 刚好可以超神一下 这后面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打 今天再玩一把这个不知火舞 然后一开始一开始我其实去打这个滚魔也是带了一个闪现 然后这时候我发现在荒木兰也跟着我一起打 不知道是他抢的 你就要被他抢了 看应该是带着陈剑 然后再跟他一起打打打打打打野去 他已经升了二级我还没升到 但两个野都是被他抢了 我现在就去中路看一下这个这 颜羊把那个陈咬金看能不能打得到 主要是这个不知火舞 他打了那时候 他自己位置会一直变来变去 有的时候自己都把握不了他的方向在哪里 然后现在上路对方的火舞 我来看一下能不能敲两个 这时候应该是对方的 这个是叫鲁帆 鲁帆敲别跑 给你一个二技能 你跑不了了吧 刷一下来抢到一个人头 和我花那个高剑离配合 抢了一个不知火舞的人 抢到一个鲁帆的人 老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 但是我跟他一起对打 但是好像他就要不下来 我多草丛也挨了他一招 刚才可能是看到我 他也是盲晃 可惜我没抽到他 我就让他被他先干到 赶紧放到二技能 开六剩下交给我花 然后他也不打了 不打他也就躲到箭塔下 不知火舞的攻击二技能 距离还是挺远的 但是很容易被小兵挡住 就是只会打到一个 就是打到射中 射中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打不到了 要是有穿透能力 那就是更好更完美 感觉是这个不知火舞他是不需要狼的 刚才那个Mak Lulu是需要狼的 因为都是SNK的 然后Mak Lulu应该是出的比较早的 然后可能他要是也是出那个也像这个不知火舞一样 就是以怒气责为标准的话 那就好了 就是说就不用去打狼 那个应该就等于 跟狼也差不多是相当于无限的 哇这个这个 鲁帆那个技能 他扔得挺远的 那么远就能扔得到我 躲到草丛扔完我就跑 太维俗了 我这家玩 他这家玩了 三三打二 能不能击杀一个在死 哎 刚才是 辅助了一个击杀 辅助相于击杀了一个 然后自己也是挂的 他是鲁帆 鲁帆是挂的 这一下是超神也是无望然 这个 看他是三打二 不好打 我这本来就是 就 属于那种 血薄漏少吧 漏少 血 血 血少漏薄了 英雄 一次克星的英雄 这个不用狼 所以说狼魔都不想去打了 打他烂位时间 还打点小兵 狼魔留给需要的人 在中路打一些小兵 像一些钱 发掌发掌 好了中路没人管我 我就在这里拆塔 看他拆了 已经拆了一半的血了 看下今天还没人来干扰我 继续拆继续拆 不过好像现在有来了 陈咬金 扔一个二技能刷你一下就走 调心一下 他不知火舞开头那个片的话 还是感觉他像是没穿内裤一样 你知道 大家觉得他有没有穿 就是反正就是选一型的画面里面 然后你把他演到侧身 侧身就根本是看不见有内裤的样子 大家可以多多继续参考一下 观察一下 这个又有一个 别跑对方的火舞 我们追到他 换了一个二技能就让他躲过 我还反而中了他的二技能 我去 什么时候中了一个对方鲁班的一个招 我躲草丛看一看能不能围死围死围死啊 那个鲁班是不是看到我 这样从这里乱乱拉起 打了他两下 打那个陈咬金打了几下我就撤了 因为他们好像都知道草丛有人 哎呦快跑快跑 我要死了 我好像碰到 孙悟坤很容易被孙悟坤一半敲了去很多血 去掉了很多血就很容易被其他人已经击杀 好这时候我和花木兰好累玩 直接双杀 我这个时候好像是 程咬金是被向羽击杀了 然后看一下 花木兰 花木兰三杀四杀 花木兰说五杀被抢了 哦果然他就就一个那个一杀是被那个向羽抢了 程咬金那个 直接来了个四杀 现在是开局六分钟六分钟半 就完成了四杀 我看我方花木兰很溜 他都要把这个保存起来 做成一期录像模式的视频 幻想给大家看他在花木兰是如何超神的 然后大家就多多关注伟哥的视频 大家有说各种各样的超神 或者什么 啊各种超神五杀 三杀四杀五杀的视频 他会 他会在都会不定时的更新给大家看 他会在中路大乱斗 赶一车赶一车赶一车 我现在我方的上路被拆了一塔 他在花木兰 花木兰现在就是说要走走走走哪里 我去上路吧 我去上路看一下上路 上路被拆了一个塔 继续保存了 我方下路下路什么时候被孙悟空给打通了 好几个三个塔直接被孙悟空强拆了 刚才我们应该是在中路打那个 乱斗了半天 然后对方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然后这时候孙悟空去偷塔 这下好打多了 因为下路被打通了 上路上路也可以 我就在这边拆个上路 下路有超级兵 我们下路就可以就可以 不用那么用心的去管理的 就是有的时候有兵的话 我们还要去那里去 去分人去守守护一下清理兵线之类的 完了完了 本来我和那个后裔对打的话 应该是不分伯仲的 最后一点可能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还在这时候猴子跑过来 要不是就是猴子害了 那可能跟后裔对打 还是不一定还能赢的 就是我花木兰又6了 他又还好6 又完成一个三杀 4杀对吧 诶诶刚才应该有5杀了吧 火狼是5杀 这期肯定要保存一下 这期视频 好花木兰5杀 这个这个是比较经典的 刚才这个完成4杀5杀 还没隔几分钟 刚才是6分钟左右吧 现在才3分钟 现在是9分钟吧 就是隔到3分钟左右 就完成了 又完成了一个5杀 这下有我放这个这么6的 火狼在这里 那肯定赢了 对吧 你看对方对方的火狼说头吧 5杀一次 4杀一次 那肯定啊 这一个好6 还继续我看 我来把上路塔 而且他 而且他们的下路塔直接被拆了 中路塔好像中路塔也就剩一个塔了 上路塔刚刚被我拆了一个 这把应该是属于平平常常的 打这样打酱油的一把 现在好像是看见对方有阴性 那我就不打小龙了 不打这个暴君 坑我 我全住 哎呀快跑快跑 这边点尾又来了 这次哎呀我来引诱点尾 哎这是我发现木兰在草丛里面 我过去引诱点尾过来 哎哇陈小金陈小金 对方的陈小金还真上当还跑过来 还在说对方孙悟空也跑过来 还在说送死吗 刚刚自己队友陈小金已经挂了 这只猴子还要赶过来 我发我发木兰好像又 又又完成了 应该有没有算三杀呀 刚才那个把引诱引诱 对方陈小金上当了 然后又比较比较那个 比较猥琢的 哎呦刚才又完成三杀 啊我和花木兰真是好六啊 五杀完了又三杀 刚才是九分钟嘛 才隔一分多钟又来了个三杀 刚才还在这 然后对方的火舞说 这血吸的真六 这吸血真六 哎看来我 到时候要好好看下这个花木兰 是怎么操作的 这一次肯定是全场MVP 肯定是他了 要准备把中路的这个塔也给他拆了 那现在说别越打别打 那我去上路拆塔可以吧 你们慢慢在中路打 像你说 哈哈我的大骨 要打打红魔啊 哇 还在超神之中 居然还没还没挂 这花木兰太六了 还好是在我方阵营 要是在敌方阵营 我肯定也没打得这么这么轻松 黄波兰好像挂了对吧 他刚自己都说烂了 烂了就是太贪团了 啊就是太烂了 因为因为杀了那么多人 然后太骄傲膨胀了 心情膨胀 感觉是无敌状态 然后这时候就直接冲到对方打架 好像对方胡说叫你再烂 我还想打这个剑 进了也怪 没想到碰到一个对方的猴子 一直来追我 我就不理他了 OK 这个猴子 对方的程咬金又来了 现在打着大家都 速器还是挺高的 躲过了那个后翼的大招 不过我玩刀剑里 一直中了大招 一火准备团战 准备团战 应该是准备 大家好像是去打独仔了 中间的兵清完 看下能不能打个独仔 对方程咬金好像在炒充 是开始准备打独仔了吗 还没有 我在炒充 看下能不能把程咬金先击杀 不过先打肉 很像是不好打 应该先打这个 先把这个叫做后翼击杀了 后翼击杀了 再打程咬金就好打多了 程咬金被打的只能一直跑 这个猴子还想打我 因为我是残血 再飞上去抢他一下 看下来 又抢不到人头 抢不到人头算了 可是独不血吧 现在对方团灭 我和荒木兰又一个三杀 这局荒木兰简直就是 太溜了 我就那么开团老呆 助我打 这个高剑里说 这时候看起来 再去补满血 准备走中路 中路看起来 荒雕队有会合一下 这时候荒木兰应该是准备去打主宰 我也来打主宰 他打起来好快 好像我这个没带吸血之刃 应该是个错误 我想我应该也要带吸血之刃 现在主宰是被我们击杀了 然后准备再去打个小龙 小龙打完应该是准备花起一波强攻 直接把对方打拆了得了 我现在就我和猴子 猴子一起打掉龙之后 然后往赶赶去支援队友 队友现在应该是三打 他们刚才既然没有合在一起 要是合在三五打三的话 可能我们还很容易挂 我方发木兰好溜啊 就又击杀一个 现在就算就剩两个人 这个谁 谁是傻傻的 但是这里应该是猴子 现在就剩陈咬金 陈咬金主要是 只剩一漏盾的运行 所以是比较难打 再次强拆强拆 不用 不用击杀了 因为这塔就被我们推掉了 基地是被我们推了 好吧 这期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欣赏 我会准备录制一期 这个回换一下导臣录像 然后到时候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我。欢慕How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点个赞 谢谢 我欢迎 欢慕How 杀了22个 五杀 超省 对方的鲁帆 你只要杀了3个 就可以MVP了 猴子杀了11个 就能默 輸出也是很高 欢慕 router